早晨,歡迎大家回來我Learn with Tom Lee A-Level的數學 A-Level of Mathematics 今堂是第三個break 因為大家上了我A-Level的課堂 已經上了基本上是六課的書 計算了這麼久的數字,大家應該累了 所以我們也take第三個break type 沖杯熱茶,吃個包 然後我們就坐在家裡慢慢欣賞 今堂我為大家做的一個藝術品 今堂我們也會繼續接紙的藝術 今堂我會教大家接一隻蝴蝶 或者我們叫蝴蝶結 Una Baribosa de Babel 紙接的蝴蝶 不過未開始接這隻紙接的蝴蝶之前 就介紹一些刀手的摺紙藝術家 他就說了一些概念 當你接一張紙的時候 我們是不會用刀片,會用剪刀去剪刀一張紙 你從頭到尾就接成一個藝術品 這些是叫做摺紙 如果你用刀片或剪刀去剪刀某部分的時候 你已經不是一個合格的摺紙師 但我就不太同意這個概念 因為我覺得摺紙是一種個人的藝術 個人的收養 也都是個人的結合 不需要理會摺紙藝術的一些規限 廢話少說 我就一起去接蝴蝶結 也都是跟其他摺紙一樣 首先我們就會把一張有顏色的紙 你喜歡什麼顏色都可以 我現在就用一張黃色的紙 也都是一樣 我首先要做一個四方形的紙 四方形的紙 通常的做法就會是 一張長方形的A4 或者是LetterSide的紙 就做了一個三角形 然後接起來 你會看到 首先我就接了三角形 接著這裡接起來 剩下一點就不要緊 差不多就可以了 就接起來 就割了這裡 做了一個四方形的紙條 我就準備了一張刀片和剪刀 刀片就一樣了 大家小心一點就可以了 有很多網上的教學就說 小朋友就不要用刀片 不要用剪刀很危險 其實大人和小朋友用刀片和剪刀都很危險 只要你小心就可以了 有很多小朋友也很厲害 給大人更加小心 所以我們不可以歧視小朋友 只要有適當的安全 就做了一張四方的紙 四方的紙一樣 我們就把它對摺一半 現在對摺了一半 然後就接一個三角形 接著呢 反轉它 後面這裡也接了一個三角形 就像摺紙殼一樣 一摺紙船 我們也這樣摺 對摺三角形 接著呢 我們就把這三角形的中間 即是這張紙的中間 就摺開一半 就形成了一個四方形 這個大家應該很清楚怎麼摺 因為如果你摺過紙殼 或者是紙船 開頭都是這樣的 但是當然摺這個蝴蝶結的時候 有一點點的分別 我們摺了一個四方形 就是這個四方形 中間就是這樣的 我們得出這個效果 接著我們就揭開這邊 接著這裡呢 在上面 即是這裡是下面 我們在上面 就摺一個三角形 大概到一半 多一點也不要緊 大概到一半 我就拿一支筆 一通常我就會 用筆 免得用手 手做得多就會痛 接了下來 一個三角 這裡就是中間開口這個位 接了一個三角 然後揭開整張紙 當你揭開整張紙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裡 有一個四方形 在這個位置 揭開這邊 你就將這個位置 這裡有一點點困難 將這條四方形的線 就接緊一點 這條四方形的線 接緊一點 然後這個斜角的三角形 就是接近來的 其實是這樣接近來 大概是這樣 就是這個 接緊一點的線 就這樣接近來的 四邊都是一樣的 這樣做 這邊一樣 將這個四方形的線 接進來 將這個 剛才你接的那個尺 角三角形 就會收起來 就這樣接近來 兩邊都是這樣 這個也是 所以我開頭這個步驟 我第一次學鐵的時候 也是比較困難一點 這個也是 四邊 這個也接緊一點 這個邊線 接著你這樣扣過來 又很成功地 就是這樣接了 這個形狀 這個位置也是一樣的 最後這個是最困難的 我們四邊要在一起 好 成功地應該接了這樣 然後好像這個 四方形狀一樣 四邊都是一樣的 大家都應該明白 那四方就走進中間這個位置 然後你攤開 一邊也可以 無論你怎樣攤開 這個位置也是一樣的 中間這個位置 就變成這樣 當你攤開了之後 你看到這一條的邊線 這個位置 這條邊線 就這樣接過來 中間這條線 在這個頭 就接到中間這個線 這個位置 就是這樣接過來 希望大家明白 就是這樣接過去 讓這條線 和中間這條線 對齊 這條線 四邊也是這樣接的 當然你攤緊一點 這些邊線 兩邊都接好了 兩邊就是四塊 染子就接下來 好 接完四邊之後 我們就把它攤開 當你攤開的時候 你看到這裡 就有一個四方形 在中間 做出來 握平 你看到就是 有一個四方形 很順利地 有一個四方形 在中間 我們反轉 這個四方形 這裡我們反轉 反轉這邊 你會留意到 這裡有一條線 在這裡 有一條線在中間 這個位置 這裡就有 四個位置 就是剛才的接位 那個位置 我們又把這個接位的位置 就 切開去 用刀片 切開去 當然你小心手 到了這一刻 為止 我都未剪爛一張紙 一一一一四方紙 未剪爛一張紙 當我開始用刀片 剪爛一張紙 這些高手的摺紙藝術家 就會覺得我不合格 因為你剪爛一張紙 是不應該的 應該一張紙 這個 其實 之前我都說過 沒什麼所謂的 只要你摺到你想要的摺紙 就可以了 在這個位置 就剪開去 這個位置也是一樣 我這把刀片也很利 這個位置也是一樣 這個位置當然是 我調分剪剪 大家小心手 這個位置一樣 所以你見到呢 這個可以飛出來的 這個可以飛出來 然後你反過來 你見到這裡 就有一個四方形的位置 這個你先飛下來這個位置 形成了這裡 你會看到這裡 就好像一隻 蝴蝶的結位 在這個位置 對吧 這個蝴蝶的結位 首先你把它拉上來 然後對摺 然後對摺 在後面對摺 因為如果在前面對摺的話 蝴蝶的位置就會看到 我們在後面對摺 在後面對摺的時候 在前面就會看到 這樣的 因為你前面對摺 這個就走出來 就很難看 當然你在後面對摺 就令到這個蝴蝶的位置 就比較尖 一點的 這裡也一樣 兩邊同樣都是這樣摺下去的 回到前面 你會看到 整隻蝴蝶的翼軌 就是這裡 另外 就剩下這兩張 剩下這兩張 我將這裡 中間這裡 剪開 由中間這個位置剪開 兩張都剪開 剪到大概這個位置 剩下一點的位置 是這個位置 這裡 有些人就會將 用膠水貼起來 我就不貼起來了 我就將這個位置 摺出來 摺出來的時候 這裡 留在這裡 大概這麼多位 大概這個位置 差不多 就是 跟這個位置一樣 這裡 對著一條線 過來 你這樣看 對著一條線 就剩下這麼多位 在這個位置 OK 當然 我們會摺在後面 但我在前面摺 給大家看 讓大家知道 摺到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應該是 貼向後面 就是這樣 反回到後面 前面應該是看到這樣的 就不會看到 那條線 在這個位置 然後 反回到後面 這裡 就由這個位置摺回去 讓它剛剛好 碰到 這條邊線 就是剛剛好碰到這個位置 跟這個位置一樣 摺過來 剛好碰到這個位置 剛好碰到 先摺回去 後面 你看到這裡 就好像一隻蝴蝶一樣 OK 接下來 我們也要繼續剪 剪那張紙 剪那張紙的位置 是隨便大家剪的 但是 兩邊的時候 我們需要完全對稱呢 OK 這裡也講講一個哲學 給大家知道 如果你做摺子藝術也好 任何藝術也好 千萬不要 百分之一百對稱 因為百分之一百對稱 是沒有任何的藝術感覺的 你記住 跟我們人的樣子一樣 只要你的樣子是對稱的話 你就很肉酸 所以一定不可以 完全百分之一百對稱 當然不可以太過份 這一邊 我在這一腳 就是這樣剪過去 剪少少的 三分一 然後在這個位置 就剪上來 我要一隻胡蝶的尾端 就是這樣 你看到這裡是胡蝶的尾端 這邊也是一樣 不過 就 不需要百分之一百對稱 因為後面我們不要 只有一面 然後這個胡蝶這一邊 我首先摺了少少的角 先不要讓它按尖 兩邊都是 不要讓這個角按尖 然後呢 把這張紙 稍為 弄圈去 然後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放在這個位置 弄軟一點 讓它弄圈 放在這個位置 這邊也是一樣 稍為弄圈去 稍為弄圈去 然後放在這個位置 因為煎的角 就會頂著 滲入 然後形成了 一隻胡蝶的結 當然 你可以填一些色 還有你可以用膠水 都是黏着这个位置 当我们做好之后 譬如我们有个信封 或者一张生日卡 填在一个 逼步板上高 圣诞卡生日卡 逼步板上高 我们可以黏着蝴蝶 现在就形成了 我们做了一个 纸接的蝴蝶 贴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画一些颜色 在这个位置 画一些颜色 漿糊也好 胶水也好 摘好了 不要让它弹出来 做牢作的时候 不一定跟随所有指引 因为我们不是 防止肺炎 但是做牢作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跟随所有指引 我们可以连这个位置 形成一只蝴蝶 就是今行教大家 这件事了 希望大家可以 轻松一点 读完数学之后 我们就可以 把蝴蝶给自己 连在一个 逼步板上高 或者连在 圣诞卡 生日卡上高 然后继续做 我们数学的题目 更加醒神 这件事 非常感谢 65928609 好 多谢大家 收听我这个视频 如果你希望 你的 数学和英文 是更加好的话 你想要一个 Private Tutor 你可以随时 订阅我的 令到你的 DSC exam 或者你想考SAT 你也可以 订阅我 因为我都有一些 私人的补习 在这两方面 多谢大家 Thank you Bye Bye Muchagracias